古人有云 富贵如浮云 非常愿望所至 唯愿身体健康 更愿能延年益寿 长留人间 这古诗表达的意思是 金钱财富虽然光鲜 却不一定是你真正追求的 但只要你的身体健康 希望你能再多活上几十年 在生命的尽头也不会后悔 所以到了晚年 金钱地位已经不再那么重要 就算财富如山 若没有健康身体 也只是虚无缥缈 而最宝贵的是拥有健康长寿 因为长寿本身就是一种福报 然而 长寿的定义却是一个复杂 微妙的话题 有些人身体健壮 基因优越 活到八十甚至九十岁以上 是很常见的事情 但对于身体虚弱 长期劳累的人来说 如果不注重身体保养 那么即使是过了六十九岁 老年病也可能临头 虽然我国现在的人均寿命 已经达到了七十八岁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们更倾向于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 如果不重视健康 长寿的愿望也只是一种奢望 例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和现任总统拜登 如今已经年过七旬 若想要长寿 现在更应该放下一些繁忙 竟想晚年才更合适 其实古人的智慧至今仍有弊异 他们所传承的老怕帝王 少怕衰 中间最怕病和胎 一语中含有深刻道理 当然古人还有一句谚语 长寿不长寿 先看六十九 那么究竟是何寓意呢 我来解答 对于六十九岁这个年龄 实际上标志着人生的某种特殊转折点 因为到了这个岁数 老年人已经退休多年 开始过着全新的生活方式 俗话说 人过七十古来西 这句话意味深长 七十岁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年龄 六十九岁则在此之前 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原因如下 一 以现代医疗水平而言 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进步 许多专家将六十九岁的个体 定义为活力老人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甚至认为 超过六十九岁才真正算得上是老年人 因此六十九岁之后标志着告别老年人的初级阶段 迎来了老年生活的第二春 二 考虑老年人的衰老程度 尽管 尽管现代医疗水平不断提升 但一旦人们步入六十九岁 身体变化显而易见 此时老年人的各项生理机能不如从前 身体衰老的迹象变得更加明显 他们可能感受到衰老的速度明显加快 头发也变得更加花白 因此这个年龄段尤为关键 要论长寿与否 六十九岁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节点 在评价长寿与健康方面 有一句俗语值得借鉴 少管贤士士智 四十而不惑 顺应天命是会 五十而知天命 体态安详是耳顺 六十而耳顺 岁月静好是福 七十而古兮 当人进入六十九岁之后 即将迈入古兮之年的境地 也被称作耳顺之年 那么何谓耳顺之年呢 其实耳顺意味着 怀有悲天悯人之情 能够理解与包容他人的观点 并且愿意倾听不同的意见 这也是一种修行的提升 所以当人到达六十九岁之后 尽管生活中可能会有各种琐事 但在这个年龄阶段 最重要的是关心好自己的生活 因为过多的烦扰会令人心神不宁 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 无法理清思绪 这不仅对长寿不利 甚至会带来不良后果 第二 要尽量避免一些会伤害身体的劳累 毕竟随着年龄增长 身体状况见不如从前 因此在某些方面 我们可能会感到无能为力 当然 到了六十九岁之后 也应该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不要过度消耗体力 举例来说 一些需要付出较大力气的事情 务必把握分寸 尤其是在年过六十九之后 毕竟老年人的体力 已经不如年轻时那般充沛 正如皇帝内经所言 年二十 每隔两日施行一次 三十 每隔三日一次 四十 每隔四日一次 五十 每隔五日一次 六十以上 不再施行泄疗 因此 对于六十九岁及以上的人来说 不要过度劳累 重要的是要进行适当的修养生息 只有通过科学的养生方式 才能让生命更加延续 另外 保持良好的心态尤为重要 当一个人进入六十九岁及以上的年龄阶段 更要注重保持良好的心态 如果能够改善自己的心态 态度也会随之改变 态度的改变会引发习惯的改变 习惯的改变会影响性格的调整 而性格的调整 则直接影响着我们的人生轨迹和寿命 因此 老年生活并非易事 因此在面对一些情况时 要学会保持镇定 培养积极的心态 因为这正是老年人的真正财富和幸福所在 第四 即使到了六十九岁 也需要子女的关怀 对于老人来说 最大的愿望莫过于健康长寿 除了心态和身体健康外 子女的照顾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若子女能够细心照料 老人的幸福感便会增强 也有助于延年益寿 那么 子女应该如何行动呢 一 经常回家探望 子女们照顾老人 其实很简单 关键在于 让老人开心 当人到了六十九岁以后 由于各种原因 老人往往会感到孤单 这种心态 对他们的健康并不利 因此 即使工作再忙 即使身家万贯 子女们也应该定期回家陪伴父母 二 定期陪同老人进行体检 作为子女 除了陪伴父母外 还应该以科学的方式 关心他们的健康 定期陪同父母 前往医院进行体检 十分必要 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人的健康问题会逐渐显现 及时的体检能够帮助掌握身体状况 及早发现并控制潜在风险 从而保障老人的健康 延年益寿 55至65岁 悉命最好的方式 就是坐到四个届 留住晚年的福气 55岁到65岁这十年 是人生从中年到老年 一个重要的转过渡期 非常的重要 为了晚年能够安稳享福 有一个硬朗的身体 这段期间 我们要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 该做什么事 不该做什么事 内心要非常清楚 有的人认为 保养好身体 就是去关注各种养生知识 或者每天出去跳舞 跳操 其实 55岁到65岁这十年 悉命最好的方式 不是说整天去关注一些养生知识啊 参加一些乱七八糟的健康讲座 花费大价钱给自己买很多营养品 保健品 而是要做到严格 自律 借掉一些不好的行为习惯 培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顺当 55至65岁 悉命最好的方式 就是做到四个戒 留住晚年的福气 一 戒掉 不稳定的情绪 凡事心平气和 人过了55岁之后 保持一个稳定的情绪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不能够好好地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发脾气 或者自己生闷气 那么其实是很不值当的 生活中 不如意识长八九 不合心意的事情 在生活中的占比是非常多的 所以 一定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不要轻易动怒 尽量保持心平气和 去处理这些生活的琐碎之事 有一句话说得好 弱者易怒如虎 强者平静如水 能控制住自己情绪的人 往往都是很厉害的人物 他们有着很深的修为和内在涵养 他们经历过世事的坎坷 知道人生道路 起起伏伏是常态 内心自然能够保持沉静如水 能成事 能担当 二 借掉 赚大钱的想法 不做冒险的投资 我们小区一个邻居 刚退休两年 因为闲着没事干 手里头有点存款 听人家说炒股能赚大钱 于是投入了一些资金进入 刚开始还有赚 尝到了甜头后 继续加大投入 结果因为贪心和经验不足 亏电了大部分存款 现在悔恨不已 还有一个邻居 是个退休教师 听人家说做生意能赚大钱 跟人家合伙开了一家酸菜鱼店 结果不到两年 店铺倒闭 合伙人卷款跑路 自己搞到负债累累 所以 到了我们这个岁数了 如果自己有点闲钱 一定要好好地守住 要借掉 赚大钱的想法 只要你不贪心 不相信任何人 再大的陷阱 都能够躲得过去 三 借掉 不好的习惯 严格自律 很多人为什么上了岁数之后 经常感觉身体很容易出问题 甚至三高 其实就是因为以前养成了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 比如经常熬夜 或者过度抽烟 喝酒 夜生活没有节制 那么在五十五岁到六十五岁之前内定了 把自己一些不良的嗜好戒掉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每天坚持早睡早起 烟酒 烟酒如果戒不掉 那么也要有所节制 不酗酒 严格的自律 是为了将来更好的生活 不然 身体搞废了 哪怕你家里有金山银山 病泱泱的 躺在床上 那也都是一场空 四 戒掉 过多的欲望 不透支自己的身体 其实每个人都是有欲望的 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 血气方刚 想要赚大钱 想要有更好的生活 这都是正常的 人有点欲望 是好事 能够推动事业的发展 但是 过度的欲望 就会消耗自己 甚至让自己掉进深渊之中 其实 55岁到65岁这十年 最好还是要 戒掉过多的欲望 保持清心寡欲 对身心健康更有利 一些灯红酒绿的场所 最好不去 一时的放纵 最终带来的是 无尽的悔恨 夫妻生活方面 也要有所节制 一周不要超过三次 合理安排好 不透支身体 总的来说 我们也不要求自己做到 无欲无求的状态 那是圣人才能做到的 但是过多的欲望 肯定对身体是不好的 会消耗我们太多的精气神 养精蓄锐 有所节制 坚持长期主义 学会延迟满足 也是为了晚年更好的生活 故事 56岁女人倾诉 自从给母亲做贴身保母后 兄弟姐妹关系更近了 都说我们这代人 是最后一代孝顺父母的 也是最先自己走进养老院的一代人 独生子女的父母 能够在晚年享受到子女的陪伴 真的是不敢想象 我的女儿今年28岁了 我已经退休了 她还在高校继续读书 真心地为她着急 夜晚睡前老伴说到一个老哥哥 一个人在家照顾两位80多岁的老人 自己还要上班的事情 老哥的老伴每周去儿子家带娃一周 再回到娘家照顾父母一周 老哥劳两口现在是分居 老哥自己跟父母上下楼居住 又要上班 又要照顾年老的父母 真是身心憔悴 很多人会说 为什么不请个保姆呢 我们父母那代人是传统的思想 觉得请保姆就是自己的不幸 因为儿女不孝顺才请保姆照顾 伺候自己 院区里56岁的温姐退休后 全身心地陪伴自己80多岁的母亲 母亲每月给温姐2000块照顾费 其他子女看着给些零花钱就可以了 温姐说自从自己给母亲做了贴身保姆后 兄弟姐妹关系更近了 青素人 56岁的温姐我今年56岁了 退休6年了 独生儿子在外地工作还没有成家 老伴还有两年就退休了 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 我们都在一个城市里工作居住 我跟母亲在一个社区里居住 父亲走了有十多年了 母亲一直单独居住 我退休的那年 母亲住院了 那时嫂子在侄子家带娃 弟媳还在上班 只有我刚刚退休 所以都是我在医院里照顾母亲 母亲出院回家后 把我们三个孩子叫到一起 跟我们商量他的养老事情 母亲说自己不愿意 请保姆来家里 毕竟是陌生人 没有亲情的温暖 他想让我陪伴着他一起生活 哥哥提出从母亲 每月四千多的退休金里 拿出两千块 给我作为照顾费 其他的留作母亲的生活费 然后他和弟弟 每月再给我五百块的辛苦费 当时我觉得自己是女儿 有义务和责任孝顺母亲 如果要钱 是不是会感觉不妥呢 哥哥的一番话 让我安心了 他说 我和弟弟都在忙工作 你嫂子要去带孙子 你弟媳还在上班 我们都没有时间来 全身心地陪伴在母亲身边 你和母亲在一个社区 而且你儿子还在外地工作 你的公婆也不在了 只有母亲一个老人 我们不一样 还有其他老人需要我们来照顾 哥哥说 与其把钱给了保姆 母亲不愿意 还不如给了你 你就辛苦一下 我们也会非常感谢你的 你就收下吧 嫂子和弟媳也说 让我收下 嫂子说 如果你不照顾咱妈 你也可以出去 再找份活作的 这样我们也放心 安心地 一家人在一起和睦最好 就这样 我和母亲在一起居住了五年了 母亲身体还算不错 现在还能自理些 只是现在有时候会糊涂些 每天 我给母亲精心地做各种营养餐 陪着母亲出去转弯 回来了 母亲愿意闲聊 我就静静地听着 人到老年 最喜欢的就是回忆 有时候母亲说的事情 我都不记得了 但也会认真地听她说 她说够了 就会满足地去睡觉 在我陪伴母亲的这五年里 哥哥和弟弟经常会开车回来看看 家里的水果蔬菜 大多数都是他们买的 我有时候觉得非常不好意思 我把母亲和哥哥弟弟给的钱 都记在日记本里 每月除去给我的两千块 剩下多少 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哥哥的儿媳生二胎的时候 我会跟母亲说 要不你也奖励一个您孙媳妇 当母亲把五千块的红包 给孙媳妇的时候 哥哥和嫂子 还有侄子都非常的开心 说是不要 可心里还是觉得 这样的家庭氛围真的很幸福 弟弟家的儿子考上研究生的时候 母亲也奖励了五千块的大红包 弟弟和弟媳也非常开心 觉得我们这家人过的生活太幸福了 老人慈祥仁爱 子女孝顺和睦 我照顾着母亲 母亲的收入和存款都在我这里保管 但我每年会把表格弄好给哥哥弟弟过目 我不想一个大家庭 因为钱才闹出意见和矛盾 经过这五年陪伴母亲的生活 我发现我们兄弟姐妹的关系越来越好 谁有个什么事情 大家都会积极主动地去帮忙援手 院区里很多人羡慕母亲的生活 每次在社区广场转弯的时候 那些老阿姨们都会跟母亲说 你真是个有福气的老太太 看看你女儿对你多好啊 此时的母亲还会拉紧我的手 笑着说都好都好 其实我觉得这是母亲和哥哥弟弟们对我的信任 我才能够做到这样 如果我们三个子女之间 有一个人相互猜疑 那么做不到现在这样的和睦相处和温暖友爱 写在最后 我经常在想 父母有我们三个孩子 他们的老年 还有我们的亲情陪伴 我们这代独生子女的父母 到了老年 能够指望子女的陪伴和孝顺吗 所以 我觉得我们这代人 要和兄弟姐妹把关系搞好 将来父母都不在了 我们是最亲近的人 我们的老年 也要相互抱团养老 兄弟姐妹之间和睦相处 等到老年 才会有亲情相拥 很多人觉得我这样照顾母亲 还要母亲的照顾费 其他的兄弟会不会有意见 其实 这主要是看彼此之间怎么做 坦诚坦然的彼此相待 不要存任何私心 有事情不要藏着掖着 耐心细心地交流 才能够做到彼此信任 宽容 大度 相互体谅着 把父母赡养好 让老人有个快乐幸福的晚年生活 家和万事兴就是说的这个道道理 彼此和睦相处 处处站在别人的角度和立场思考 彼此才能够敞开心扉 坦诚地把亲情延续 故事 六十岁阿姨倾诉 遇到高中心仪的老师 陪伴是最好的黄昏恋 初时美好的相见 是因为前世情缘未了 后来的各自嫌弃 是因为缘分走到了尽头 也许我们做不到 只要曾经拥有 不在乎天长地久的淡定 但亦无需为了一杯隔夜的苦茶 做着虚情的品尝 人生似梦 年少时的情感懵懂却珍贵 等到历经岁月风霜后 在遇到曾经心动的那个人时 内心还是有些许的期待 一如六十岁的秦阿姨 为了跟当初心仪的高中物理老师 牵手西洋红 不仅跟女儿生气 还要跟女儿断绝来往 最终还是这位物理老师 用实际行动感动了秦阿姨的女儿 同意她们在一起相伴余生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来听听六十岁秦阿姨的倾诉 遇到高中心仪的老师 陪伴是最好的黄昏恋 倾诉人 六十岁的秦阿姨 我是秦阿姨 今年六十岁了 早已退休多年 独生女儿早已结婚生娃 我跟前夫离婚很多年了 当年我们也是校园里的耀眼情侣 因爱牵手 却因情池而离婚 说不清也倒不明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裂痕 我们终究还是各自天涯 各自安好 如白洛梅所说 曾经有过约定 携手戏人间 可终究还是在茫然的岁月中 彼此失散了 是有人在岔路口 禁不住百媚千红的诱惑 不由自主地匆匆转弯 抛下当年不离不弃的誓约 望却过往千恩万宠的时光 就这么决然转身 转身 离婚时 女儿读初二 为了让女儿能够拥有良好的学习氛围 我拒绝了很多人说亲 直到女儿读大学后 我才有了在找老伴的念头 一直有女儿的陪伴 突然身边少了个人 自己还是很孤寂的 为了打发漫漫时光 我去市区太极养生馆 学练太极拳 一是为了锻炼身体 二是为即将退休后的漫漫余生 找个事情做 也是在太极馆 学练太极拳的时候 遇到了我后半生的陪伴 我在太极馆 学习一年后 在一次管理组织学员 参加比赛的时候 遇到了我高中心仪的王老师 那时候他大学毕业 来我们学校教我们新生物理 我们班很多女同学都在课下议论 这个王老师不仅仅长得帅气 课堂讲解清楚有趣还好玩 尤其是在做实验的时候 我们女生怕这怕那的 王老师总是用一句有趣的话就给化解了 私底下 很多女生都喜欢王老师 而我更是如窗外里的女主一样迷恋他 怎奈 我们还没有毕业 王老师就给我们欣赏 他家大胖儿子的照片 在校园里 我的前夫就我按照王老师的模样寻找到的 然而 我和前夫终究还是没有遵守曾经的誓言 也应征了这句话 谁的一生没有许下承诺 可是谁又能够说自己承诺过的 就必定可以做到 一城山水 一个路人 一段故事 离去之时 谁也不必给谁交代 既是注定要分开 那么天涯的你我 各自安好 是否晴天 亦不重要 没有想到的是 时隔三十年后 在遇到王老师 他已经被岁月尘封侵染成了一个干瘦的小老头 但那双不满皱纹的眼睛里 依然是那样的英气和锐智 我们被分到八人组的队伍 每天下午的排练 慢慢加深了我们之间的了解 我知道他如今还没有退休 只是不在代班 转做后勤工作了 所以时间富裕 就经常来这里学练太极拳 王老师虽然是我高中物理老师 但他只比我大十岁 我们两个人算了一下 我五十岁退休的时候 刚好他也退休了 我们约定 退休后的我们要经常在一起练拳 通过这次参赛 我和王老师加了彼此的微信 也留了彼此的住址 我们很少有什么正规的约会 都是他提议一具练拳去 我回一个字好 我们就会都去老地方 在我们两家中间的一个公园里 找个地方一起练拳 闲聊 偶尔也会下馆子 看场电影 一起共度闲散时光 五十五岁年 我们之间确定了黄昏恋的关系 这下子捅了我家女儿的马蜂窝 他不同意我找个这么大岁数的老伴 其实 我知道是前夫想跟我复婚 一直找女儿去做说客 我没有点头 前夫跟我离婚后 再次结婚也有个孩子 可哪个孩子因为得了一种血液病 没有活过十四岁就走了 前夫非常的伤心 医生说他和妻子之间 因染色体原因 即使再生 也是这样的结局 不知道那个女人是如何想的 逼着前夫跟他离婚了 所以 前夫就想到了 自己还有个亲生女儿 还有个曾经拥有美好恋情的前妻 不论女儿如何说 也不论前夫如何微信是好 我也不想复婚 不仅仅是因为我遇到了王老师 而是我觉得人最终还是要看人品的最低处 王老师是善偶 而前夫是人品欠缺 所以 当我和王老师确认恋情后 女儿的反对 我也能理解 谁不想自己少点事情呢 然而 人最终还是要看品性的 去年 我不幸中招了 在方舱里隔离半个月的时光里 我更加确信我要和谁在一起 共度余生了 王老师是隔一天给我送一次东西 每天的微信都是不断 而我的前夫只是象征性地问候了一次 说了几句不疼不痒的话 等我回到家里的时候 也是王老师坚持陪伴我半个多月 让我的症状完全好了 才放心让我一个人居住 而我前夫只微信了几句话 说你既然有人关心了 就好好珍惜吧 他不打扰我了 也许 这是有自己目标了 所以才撤了 女儿看到王老师的所作所为 也是被感动了 最初的时候 女儿说他每天回来给我做饭 陪伴我一段时间 是王老师说 你还年轻 还是以工作为主 况且你还有孩子 别太累着自己 这里有他在 没事的 如今 我跟王老师在一起一年多了 我感觉是我最幸福的时光 我们一起晨练 买菜 做饭 喝茶 读书 闲聊 前几天 王老师在家阳了 我跟他说 不用害怕 也不必紧张 按时吃药 多休息 少焦虑 一周就好了 如今 王老师也好了 我也没有再次被养了 我们依然快乐 幸福地陪伴着彼此 到女儿家小住 吃个鸡腿 亲家母都要白脸色 想住七天 结果三天就离开 有句老话叫 丈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欢喜 可是在我这里 我始终很难 对女婿爱屋及乌 我叫洛素贞 今年六十岁 女儿从小就是 我跟老公的守心宝 自从有了她 我心里满满装的 都是女儿 对女儿一直都是抚养 竭尽全力 给女儿更好的生活 女儿也没有恃宠而骄 在家里 她很懂事乖巧 能体谅我们的不容易 经常帮着做家务 在学习上 她努力认真 也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每学期都能拿奖 没让我们为此担忧过 女儿在我们的圈子中 是出了名的 别人家的孩子 亲戚朋友 没少羡慕我们 我们也因为 有一个这样的好女儿 而感到自豪 然而 让我引以为傲的女儿 却在婚事上 让我格外失望 我女儿本科读的重点大学 有研究生学历 可找的女婿 却只读了专科 高考只要二百多分 就能读的学校 我打心里觉得不般配 我始终认为 夫妻俩的学历 一定要是相当的 这样精神上 才更容易产生共鸣 相差太大的男女 在很多方面上 往往会有不同的意见 容易产生摩擦 不利于婚姻生活 除了学历上的不般配 对方的家庭跟我们家也 门不当户不对 我跟老公夫妻恩爱 结婚多年做事情 有商有量 很少会拌嘴 而女婿家父母离异 亲家公什么都不管 连基本的抚养费都不给 女婿是由亲家母带大的 这样的家庭母亲 会把孩子看得十分重要 不会允许儿媳的地位 超过自己 也不愿意看到 儿子对儿媳太好 做儿子的 也会把跟自己相依为命的母亲 看得尤为重要 一旦婆媳出现矛盾 做儿子的 往往会偏帮自己的母亲 说什么 我妈把我拉扯大不容易 请你多谅解 嫁给这样的男人 有得受委屈 在一个女儿在物质上 从没被亏待过 而女婿一个月就五六千块钱 亲家母还没有工作 嫁过去肯定会降低 自己的生活质量的 综上所述 我是一点也见不得我女儿找这样的另一半 我跟老公得知 女儿谈恋爱以后 一直致力于棒打鸳鸯 试图把女儿跟女婿分开 女儿年纪还小 思想又比较单纯 看不到太长远 我们做父母的得多把关 为了让她以后的日子好过点 我们棒打鸳鸯又何妨 可女儿对女婿情根深重 在我们面前口口声声都是说女婿的好话 把对女婿的爱体现得淋漓尽致 后来在我们的强势下 女儿终于同意跟女婿分开 我以为女儿是真的把我们的劝说听进了心里 然后没想到这只是权宜之计 表面上女儿听从了我们的安排 实际上却悄悄继续跟女婿来往 再后来女儿有了身孕 这个消息如雷轰顶 把我们都给吓到了 我更是因此小病了一场 我还是想继续分开他们 可是女儿一直跟我们哭求 表示非君不嫁 医生也说 女儿的身子不适合放弃孩子 不然以后很可能没有做母亲的机会 基于种种原因 我跟老公还是答应了这门婚事 我们给女儿准备了一套126平的婚房 还给了20万陪价 这些是我们从女儿出生起就开始传的 就想着她以后出嫁了能过的轻松点 少吃点苦 彩礼南方给了5万块钱 就这亲家母还是各种抱怨 嫌弃给多了 一直说他们村谁谁谁娶媳妇 不用彩礼还得一堆陪嫁 就我们家算计多 婚房还写女方父母的名字 女儿选择一个这样的男人 叫我们怎么放心的下 不算计多点怎么行 婚礼是男方女方一起办的 女婿家请了很多亲戚 一共36桌 一些关系比较远的都请了 我们家就请了关系比较好的亲友 就拾桌人 可是婚礼的开销 有80%是我们出的 要不是女婿发话了 亲家母连剩下的20%都不想给 就算是给也是不情不愿的 我当时看得都眼前一黑 老公因为女婿对女儿很失望 虽然他心里依旧也很关心女儿 但是行动上他很克制 很少会主动联系女儿 女儿也明白 我们对这段婚事的不满 所以平时我联系她的时候 她也是报喜不报忧 没说过婆家的一句不好 女儿生孩子 那会我老公正好病了 在医院住了十几天 我没办法过去看望女儿 女儿也说有她有婆婆照顾 不需要我们担心 但我心里还是惦记着 给女儿赚了三万块钱 希望给她减轻一点负担 前几年出门很不方便 女婿那边也离我们这里比较远 要转好几趟车 我就怕半路被隔离了 其次我跟老公也病了几回 身体都不是那么好 加上女儿一直说 结婚后她婆婆老公对她很好 所以我们平时都是电话联系 或者打打视频 从来没有亲自过去 后来放开 可以随意走动后 我就再也忍不住了 老伴因为工作原因 没法跟我过去 我依然一个人就踏上了去看女儿的路程 一路上转了好几趟车 才到达女儿所在的城市 一出站就看到女婿已经在外面等着我了 一看到我就嘘寒问暖 各种关心 还怕我肚子饿 买了东西给我垫肚子 我那时候终于能够放心一点点了 女婿这样 我女儿婚后的生活 应该也过得不错才是 可是后来我才明白 我放心得太早了 女婿对女儿很好 可似乎经不起推敲 来这时刻 特别是娘家人 更是种客 一般宴席上娘家人都是坐上坐 并且还得等娘家人来完之后 才能开席 所以说 儿媳娘家来人 作为婆婆的 更应该好好招待才是 但是亲家母 却给我来了个下马威 到女婿家 就女儿抱着外孙在家等着 亲家母老早就去打麻将了 她并不是不知道我会过去 明明我很早就通知过了 女婿接我回去的路上 也打电话告知了 可是到家居然没见到亲家母 这是什么意思 即便女婿一直为亲家母说好话 我心里也明白了亲家母的态度 更能想到我女儿这几年的日子 有多不好过 只是看着女儿一脸忐忑和讨好的样子 我把不满放在了心里 没说什么不好听的话 晚饭女儿跟女婿一起做了五菜一汤 小炒肉 麻婆豆腐 红烧鸡腿 酸菜鱼 蒜蓉小白菜 排骨玉米汤 菜色还可以 大部分都是我爱吃的 做好饭菜后还没得开饭 我们又等了亲家母半个多小时 过程中女婿在一直在打电话催 我们从下午六点等到六点四十分多分 亲家母才姗姗而回 一到家就先倒打一耙 亲家呀 你过来怎么都不打电话通知我一下呢 如果早知道你今天来了 我就早点回来了 现在还麻烦你等我那么久 实在太不好意思了 我也没给他台阶下 反问道 怎么你不知道我要过来吗 我半个月前就通知你儿子了呀 你儿子到车站接我回来的路上 也给你打了电话 你不是说知道了 会早点回来的吗 亲家母听到我这么说 尴尬一笑 那什么 前些天我儿子就跟我说过了 只是我脑子不好 记不得了 今天他给我打电话时 我忙着打麻将 没注意听 所以才不知道你今天过来 请你原谅哦 我本来还想再对两句 可是看到女儿一脸恳求的样子 我还是抑制住了 我想要对人的心 然而在女婿家的一顿饭 就吃得不安宁 我不找事 有人却见不得我好 我爱吃肉 平时无肉不欢 所以一直都往肉菜家 饭菜的分量不少 肯定是足够我们五个人吃的 所以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可是亲家母一直说 我们年纪大了 要少吃肉 不然身体负担不了 多吃点素的 才有利于身体健康 一边说着 还一边给我加小白菜 和麻婆豆腐 我这个人 最讨厌别人给我加菜 除了老公和女儿加的 其他人加的 我都不想吃 感觉很不卫生 但是这是在女婿家 我总不能把亲家母 给我加的菜给拨出去 这样未免太让人难堪 于是我只能忍着吃下去了 好不容易把这些菜给吃完 我就加了放在我面前的鸡腿 结果可真不得了 亲家母一看到脸色就不好了 虽然没直白说不让我吃 但是亲家母的话实在难听 她也加了一个鸡腿 放在外孙碗里 接着说道 乖孙孙 吃鸡腿 这是爸妈特意给你做的 你多吃点 奶奶不跟你抢 这叫什么话 意思不是说 我跟孩子抢鸡腿吃吗 碟子里一共十个鸡腿 怎么我吃一个都不行吗 非要这么阴阳怪气的 我当下脸也黑了 正当我准备发飙时 女儿赶紧也加了一个鸡腿给我 妈 我好不容易有机会煮顿饭给你吃 你可要多吃一点 女婿也跟着道 是的 妈 你喜欢吃是我们的荣幸 下次我再给你煮些别的菜 让你好好尝尝我的手艺 这一次看在 女儿女婿的面子上 我忍下了这个气 只是我心里太堵了 后面没再吃什么 就结束了这顿晚餐 可接下来的生活中 亲家母的所作所为 让我特别气愤 她没少刁难我女儿 在我这个母亲面前 依旧不收敛 我当妈的肯定见不得 别人欺负我女儿 所以我就跟亲家母吵上了 女婿让我很失望 表面上她好像很公正 但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女婿是护着亲家母的 可怜我女儿孤立无援 连亲生的孩子 也跟亲家母更亲 每回我都是为女儿吵架 可女儿最后 却让我不要计较那么多 万事以何为贵 根本就体会不到 我的良苦用心 原先我计划住七天的 可才三天我就受不了了 买了回家的车票 来时满心欢喜 回去时心灰意冷 我不知道 我好好的女儿 怎么就变成了这样 我真的好痛心 我也想她生活能够好过点 可是女儿立不起来 我为她出再多的头 也是没用的 女儿不会感激我 反而还会埋怨我 影响了她的生活 人过六时 儿女找对象之后 会发现这五个真相 盼星星 盼月亮 儿女终于有对象了 本想 这下父母应该输一口气了 抛开想象 回到现实 这才是父母的磨难的开始 从长远看 父母期待善始善终 从短期看 婚姻是否顺溜 还得打一个问号 我总以为 好戏在后头 其实吧 很多爱情 苦难在后着 没完没了 作为六十多岁的父母 看到儿女找了对象 别急着高兴 还要多看看 以下几个真相 一 彩礼的事情 不太好办 还得看亲家的态度 关于天价彩礼的问题 似乎满城风雨了 要是自己的儿子 也遇到了漫天要嫁的亲家 那就不好办了 在海峡网上 讲了一位江西赣州女孩小邹 找了对象之后 其父母索要三十万彩礼 彩礼太多了 女孩的对象小谢 提出了分手 女孩说 我是不希望彩礼太多 但是我在家 也没有什么话语权 家里有两个弟弟 爸爸重病 总得考虑一下家庭吧 是啊 用姐姐要到的彩礼 去安排两个弟弟的婚姻 这是很多父母所设想的 但也让姐姐的婚姻 支离破碎 从小谢的实际情况看 月收入四千多 现成篮球教练 爸爸妈妈打工赚钱 这彩礼还真的为难 为了儿女婚姻 多少父母 在忍住脾气 和亲家反复沟通 还真的是 收起自己的老脸 不是你讲道理 亲家就讲道理 不是你有好家风 亲家就在推动好家风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能互相理解的 也少之又少 二 女儿外嫁 父母有万般不舍 你允许自己的女儿远嫁吗 大概率 很多父母不同意吧 可是父母不同意 又有什么办法呢 用高价彩礼来阻挡 用各种道理 说服女儿放手 和女儿断交 其实都不对 儿女的婚姻是自由的 有自己的选择和认知 不是父母完全能左右的 当女儿拼命要外嫁的时候 父母是望洋心叹 甚至要流泪了 当然 也有一些父母 通情达理 允许女儿去远方 但是内心有多少不舍的 这样的情愫 也让父母睡觉不踏实 万一女儿在公公婆婆那里受到了委屈 身边也没有人撑腰 这日子难啊 就是女儿过得好 这一年到头也不见面 过节也不回家 父母也是心酸 女儿的小棉袄 远嫁了 家也就不够温暖了吧 三 儿子去女方所在的城市定居 亲友是有偏见的 我把一厢当故乡 此心安处是无乡 这样的道理 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 很多年轻人找对象 是因为在同一个地方工作 但是他们的老家 不是同一个地方 男方女孩 遇到北方来的小伙子 北方的姑娘 一出门就遇到西方的小伙子 都是可能的 也因为考工 考老师等 男孩可能去离家 千万里的地方上班 有了工作 也就会接触到身边的女孩 从而有了爱情 有了家庭 男孩是有家庭了 但是和老家却距离很远 并且靠近女孩的老家 变相地看 男孩的父母会认为 这是道插门吧 父母作为老一辈的人 对于道插门 是有感触的 也觉得男人去女人的家过日子 这是不光彩的事情 面子上过不去 害怕亲戚朋友们知道和嘲讽 总以为男人没有本事 男人没有本事 才会去女人的老家过日子 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 很多父母是没有放下的 因此一直希望儿子在老家 继承家业 四 常常担心儿女的对象靠不住 但说不清具体原因 很多父母知道儿女恋爱了 第一件事就是包打听 问一问对象的工作情况 对象的家境 对象的兄弟姐妹等 最重要的是 父母要知道对象的人品如何 实际上 父母是在干着急 知道的信息是很有限的 多问几句 会被年轻人反感 顺理成章 父母对儿女找对象 也会有各种提醒 也让儿女在恋爱的时候 保护好自己 尤其是女方家庭 当儿女把父母的提醒 当成耳边风的时候 父母是气得跺脚了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这是多少父母的真实心态 只能在内心祈祷 只能在内心祈祷 自己的儿女也能遇到好人 在好人的基础上 也能多赚钱 能撑得住家庭的责任 五 儿女找对象 父母就瞬间变老了 作家村上春树说过 我一直以为人是慢慢变老的 其实不是 人是一瞬间变老的 真的 当我们发现儿女也找对象 结婚也难入一城了 那就自己也老了很多 操劳了大半生 也终于放心了 松一口气 人就老了好几岁 变老最快的 就是忽然有孩子 叫自己爷爷奶奶的时候 那一刻会骄傲 也会感慨 怎么着 自己也是祖辈了 白发苍苍 慈祥 这些特征都来了 六 父母总是有操不完的心 饭要一口一口地吃 是要一件一件去做 父母也不要过于焦虑 把成家立业的智慧 传授给子女 这才是正道 儿女找对象了 即使给出一些有用的提醒 比父母横加干涉 抢几倍 其一 告诉儿女 找对象 其实是要融入一个家庭 要观察对方的家庭情况 遇到特别糟糕的家庭 还是要打退 还是要打退堂鼓 或者尽快决定远离原生家庭 其二 爱情和婚姻是两回事 早点打算 如何撑起一个小家庭 工作 生活 育儿都要 别太单纯了 其三 在对象家庭还行的情况 一定要多看人品 善良 有责任 谋划工作的人 多半靠谱 父母们 只要家人一条心 凡事都能好好说 儿女们 千里姻缘一现千 百年恩爱双心结 从一个人住的房子 可以看出她的命运 画家唐伯虎说 棒水衣衫结草炉 案头常住活人书 古往今来 人们对衣衫棒水的房子 特别青睐 认为这是最好的风水 随着时代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进城定居 在农村也有很多村庄 采用集中建房 都用上了自来水 房子的风水好不好 更取决于人的决定 排除迷信的因素 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房子 看出他的命运好坏 一个人的房子 房里的家具 衣服 书 亲戚朋友 都是他自身的表现 一 买房 见实力 人生中 买房是一件大事 通常 儿女结婚 老人养老 年轻人要送孩子读书等情况下 我们会买房 每一件事情 都是大事 如何才能买房 也许要掏空一家人的钱包 见证家人的实力 轻轻松松买房的人 肯定会命好 也不要承担太多的房贷压力 若是随便买几套房 那就更好了 在北宋时 欧阳修作为名人 做官多年 也没有买房 一直到42岁 才在影州 买了一套二手房 苏巡 在京城买房了 但是他一直欠房贷 主要是兄弟之间的借款 苏巡过世后 儿子苏哲苏氏 承担了房贷 也体现了一家人 其乐融融 一个人住的房子 若是自己买下来的 就说明了钱财的多少 也能知道 他耗费多少年 存钱买房 有哪个家人 在帮忙 一起买房 反过来看 一个好端端家 有房子 但是因为负债累累 不得不卖掉房子 这就命苦了 也许后半生 都居无定所了吧 二 租房 建人品 租房 其实是房东和租客之间的一次交易 也是社交的一部分 有一段时间 提灯定损 四个字 被大家热议 一个房东 在租客退房的时候 提着灯 寻找房子的瑕疵 然后一次次让租客赔偿 租客对此有意见 于是两者就闹起来了 沸沸扬扬的 最后 房东的恶行 被大家不耻 房东的命运 也因此进入低谷 古人说 与得比林 倒不孤 不管是房东 还是租客 是特别的邻居 客客气气的 有话好好说 那就是彼此结缘 也能彼此携手前行 我居住的小区里 刘阿姨把房子租出去了 租客家的儿媳生了孩子 刘阿姨马上来随理 就像走亲戚一样 租客离开多年 还记得刘阿姨的好 也从老家游寄了 卷饼等特产给刘阿姨 命好的人 会做人 也会得到很多人的帮助 一来二去 大家都能改变现状 就算你一辈子都买不起房子 只要人品好 就不会过流浪生活 甚至有人把房子 免费给你住几天 三 建房 建家境 北宋的苏氏 有几次建房的经历 他在杭州做太守时 当地闹饥谎和瘟疫 看着一大批可怜人 他立马带头捐款 修建了 安乐坊 一大批穷苦人 住在房子里 得到了救助 后来 朝廷对苏氏的做法点赞 也拨付了一定的资金 苏氏欣慰地写道 去年春 杭之民病 得此要全活者 不可胜数 他被贬黄州的时候 一家人开始借住在寺院里 后来自己动手 修建了房子 因为房子在东面的坡上 因此他给自己一个号 东坡居士 入住的那几天 苏氏特别开心 说 有屋五间 果菜十数旗 桑柏鱼本 生耕凄惨 辽以足岁也 人在富有的时候 能够帮别人建房 这是祭天下的美德 在穷苦的时候 自力更生 这是崛起的开始 都是命好的体现 还有 房子修建在什么位置 是郊区 还是城市中间 还是山嘎啦 也体现了家庭的近况 只要修建房子 可以让大家变得更好 促进产业发展 和周围的人关系变好 那就是改变命运的一次机会 四 装房 建亲情 房子有了 就要装修了 如何装修呢 每个家人都有自己的主张 尤其是房屋的男女主人 因此还能争吵起来 对于命好的人来说 不是固执己见 而是考虑到家人的情况 有更多的共情力 把房子装修得更有温度 那么一家人更加和睦 能够发展更顺 我的一个阿姨 身高一米五都不到 在装修房子的时候 也是一副做主 当我们推开门 看到厨房里有比较矮的洗漱台 卫生间有矮一点的镜子 顿时明白 阿姨是命好的人 欲对人了 我们进一步观察 发现房子里有书桌 给孩子用的读书灯 这是对下一代的关爱 圣经中有一句话 宁可往房顶的脚上 也不可在宽敞的房子 与泼妇同住 不管男人还是女人 能够照顾到对方的感受 子孙和老父母的生活习惯 那就是真心的爱 爱人者 人恒爱之 家庭和睦了 就没有命不好的说法 五 需要说明的是 命运好不好 不是单纯看房子多大 有几套房 还得看房子的布局 房子里的人如何相处 一家人和外人如何相处 房子会不会促进事业发展 好房子 有结实的房梁 好人家 有结实脊梁 如果你要自己变成命好的人 那就坚持做家庭的顶梁柱 努力工作 爱家人 帮助周围的人 当你富起来之后 照顾穷一点的亲戚朋友 帮助他们买房建房 若是你房子有多 出租的时候 格局大一点 对人真诚一点 这样 命运会更上一层楼 把房子的事情搞好了 接下来你就开开心心赚大钱 平平安安回家休息 子子孙孙也能过得安宁 人最好的风水 在心房 也在心房 请不吝点赞 打赏